意识到这些 吕天璐不由地 吸了阻拦花无法的念头 他是想帮助叶辰 但也不能因此而丢了 大长老的位置 甚至是性命 哎 你小子的命数 终究是死路一条 都怪你太狂妄了 吕天璐看着叶辰 微微摇头 在他看来 叶辰言行都透露着无边的狂妄 击败了凤语司也就罢了 还要羞辱对方 这完全是给自己找麻烦 纵使天赋血脉逆天 如此狂妄也难以真正崛起 吕天璐心中有些失望 看着花无法向 毫无力量的叶辰爆杀而去 感觉自己的一切辛苦都白费了 此时 君莫与高林两位长老 也是面色难看 花无法出手 他们无法阻挡 已经是强弩之末的叶辰 也难以抵抗 一切都完了 只是所有人 却都没有意识到 叶辰看着爆杀而来的花无法 嘴角却是勾起一抹冷冽的弧度 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嘛 如今的镇元殿 真是有损难胜前辈之威名 叶辰冷笑万分 目光陡然看向镇元殿前的守护神雕像 那身躯之上带着血红神纹的金色油龙 只能麻烦你出手了 叶辰心中暗道 此刻守护神雕像 陡然绽放出了无尽寒芒 守护神是人非凡的一道剑意所画 虽然变成了金色油龙的样子 但本质却依旧是锋锐无比 斩破环宇的森然剑芒 此刻整个南盛城爆发了可怕的地震 无数高耸建筑纷纷坍塌 甚至连南盛酒楼都倾倒而下 无尽寒芒肆虐而出 切割天地 天穷在此刻化作血红之色 浩荡的血月气息弥漫开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守护神所吸引 因为守护神在这一刻冻了 化作一道金色油龙的身躯上 血红纹路闪烁流转 无尽的森寒锋锐气息汹涌而出 在花无法尚未靠近叶辰之时 守护神化作一道金色夹杂着血红的神芒 瞬间穿透花无法 这一刻仅次于大长老李天璐和宗主 此刻花报民和无数振元殿弟子纷纷露出了不可知信的神色 他们悲痛欲绝 自驾宗门的守护神竟然帮助叶辰这样一个外人 而振元殿诸位长老包括阳天阳在内 此刻也全都神情呆滞 他们也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幕 震元殿的守护神竟然为了六道宗的叶辰而杀死了震元殿的长老 这一刻所有人都感到世界太过离奇 似乎一切都是假的 都是自己的幻想 包括南圣城的一众围观看客 甚至君墨和高龄二位长老 这发生的一切都太突然 也太诡异 没人愿意相信眼前的一切 凤语斯此刻倒在大坑之中 目光耸然而惊惧地看着叶辰 这一刻他却想通了很多事 难怪叶辰从始至终都这么狂妄 这么盛其凌人 在偌大的镇元殿面前 叶辰简直是独目难知 但他却没有任何低头的意思 这一刻 凤语斯意识到 恐怕这一切都是因为 叶辰一开始就知道 守护神会帮助他 因此他充满底气 所以才能如此狂妄 我们从一开始就错了 叶辰不是狂妄 而是上圈在握 镇元殿无论如何 都不是叶辰的对手 凤语斯眼中闪过一抹惊悚 他想到叶辰触碰 守护神时发生的异象 那时候镇元殿的所有人 都认为是叶辰触怒了守护神 但此刻看来 他们都想错了 此时 守护神一击斩杀花无法 让他变成漫天血雾 下一刻巨大的金色龙铜 便看向阳天阳 这位镇元殿的宗主 高高在上的人物 此刻被守护神凝视 却感到毛骨悚然 背后瞬间被冷汗浸视 杨天阳甚至觉得 自己若是敢对叶辰出手 守护神也会直接将他斩杀 让他化作漫天血雾 杨天阳的力量超越了补天镜 比花无法强悍得多 但在守护神的面前 他却觉得自己根本没有一战之力 战斗的结果就是被轻易抹除 这一刻 杨天阳彻底慌了 他被守护神吓到了 也被叶辰吓到了 他对叶辰的身份 产生了无尽的怀疑 连守护神都能为了叶辰 杀戮镇元殿的自己人 这叶辰到底是什么身份 六道宗的首席弟子 杨天阳此刻露出了苦笑 怪不得 怪不得天神静 便能成为首席弟子 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整个南圣城都被眼前的这一幕震撼了 包括君墨和高林二位长老在内 痴痴地看着天穷之上 杀意沸腾 蕴含着无尽伟力的守护神 杨宗主 你不是要杀我吗 此刻 叶辰看着脸色变换不断 目光惊惧地仰天阳 嘴角勾起一抹弧度 玩味地说道 听到叶辰这话 杨天阳却是陡然倒吸一口冷气 因为在叶辰说出这话时 他察觉到守护神内无边的杀意 简直要让他沉沦在无边地狱之中 此时此刻 杨天阳神色惶恐 看着叶辰连忙说道 我怎么会杀你 你是六道宗的首席弟子 是我镇原殿的恩人 我早已将你当作贵客 之前的一切 不过是玩笑而已 杨天阳这番话 让镇原殿中的 诸位长老和弟子 都傻眼了 杨天阳简直无耻到了极点 连黑的都说成了白的 竟然没有丝毫的犹豫和脸红 就仿佛事实本就如此一般 听到杨天阳这话 叶辰却是大笑 略带玩味地看着杨天阳 吕天路此刻 也是面色古怪地看着他 他一早就知道杨天阳的为人 但却没想到 对方这么没有下线 真是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呀 吕天路忍不住在心中感叹一声 看到叶辰的时候 也不禁庆幸自己 今天听从了君墨的话 要与叶辰交好 不然现在死的 很可能不是花无法 而是他吕天路了 叶辰得到守护神的庇护 镇原殿中 完全没有人敢对叶辰不敬 因为没有人是守护神的对手 连杨天阳都低头了 谁还敢招惹叶辰 交好叶辰 果然是最明智的决定 此刻 吕天路目光闪动 叶辰如今完全掌握了 镇原殿真正的话语权 在守护神的庇护之下 杨天阳这个宗主 都不能忤逆叶辰的意思 而他交好叶辰 这镇原殿也再也没有人敢招惹他 连杨天阳想要对他动手 都要顾及叶辰的意思 此刻杨天阳却对众人的目光视若不见 完全不放在心上 反而一脸讨好笑容地看着叶辰 叶辰 风雨丝以后就是你的婢女 随叫随到 此话一出 全场再度哗然 风雨丝也是瞪大眼睛 看着杨天阳 他一直最为崇敬的人 便是杨天阳了 怎么也想不到 杨天阳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一瞬间 杨天阳的伟岸形象 在风雨丝心中崩塌 此刻他看向杨天阳的目光 充满了鄙怡 杨天阳对这一切都不在乎 此刻再度看着叶辰 笑呵呵地开口说道 现在还请一驾到镇原殿内 镇原殿要以最高资格的待遇 来迎接镇原殿恩人的到来 此刻 所有人都被杨天阳的大转变所震惊 堂堂镇原殿宗主 竟然是这样一副德行 让很多人都嗤之以鼻 而叶辰看着杨天阳 却是露出了玩味的笑容 看了一眼不远处 悬浮在天穷之上 牢牢锁定杨天阳 同时默默守护自己的金色游龙 叶辰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 随后守护神落下来 重新在镇原殿大门前 化作一尊雕像 看到这一幕 杨天阳眼中的忌惮 越发浓重 守护神简直对叶辰 言听计从 这样一来 他根本不敢对叶辰 有任何想法 而在这时 叶辰的目光望向 杨天阳 胆然说道 走吧 好 杨天阳健壮连忙点头 随即安排镇原殿众人 大败延席 要用最高规格的待遇 宴请叶辰与六道宗 前来的高龄二位长老 当然 君墨也跟在叶辰身旁 而在叶辰等人 前往镇原殿时 杨天阳也是爆发气势 杀气冲销而起 席卷整个南盛城 杨天阳目光森寒地 注视着南盛城内的 每一个人 冷然说道 今日之事 谁若是透露出去 不论是逃到天涯海角 都必死无疑 此话一出 原本有心思 想将此事传扬出去的人 都不由地沉默下来 杨天阳在叶辰面前的嘴脸 虽然显得卑躬屈膝 但是他们很清楚 杨天阳的实力超凡 他不敢对付 有守护神庇护的叶辰 但灭杀他们 还是轻而易举的 对于杨天阳做的这件事 叶辰倒是不在乎 杨天阳顾忌 镇原殿的脸面 叶辰也看在 守护神和南盛的面子上 不想将事情做得太绝 因此没有理会 杨天阳这么做 随后 叶辰一行人 进入镇原殿中 在镇原殿专门接待 贵客的法华殿内 吃饱喝足 高龄二位长老 红光满面 感到神清气爽 第一次来到镇原殿 这么畅快 镇原殿所有人 都在讨好他们两个 往日镇原殿对六道宗 羞辱不断 他们哪里经历过 这样的待遇 而这一切的改变 都是因为叶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